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峰会上推动设立金砖伙伴国地位 伙伴国对金砖合作有何意义 外媒此前透露 俄罗斯计划在峰会上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支付体系 打破美元主导地位 这个设想能否实现 俄方称 俄乌冲突未纳入这次峰会的议题 那么俄方此举适合考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到24号出席金砖峰会 期间将与普京会晤 中俄元首会晤聚焦哪些议题 对双边关系发展 国际战略稳定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亚研究所所长丁晓星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首先通过先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今年俄罗斯的主题是 加强多边主义 促进公平的全球发展和安全 此前 俄罗斯外加部称 此次峰会探讨的关键问题分别是 安全领域的互动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发展银行间合作 扩大各国货币相互结算 至于地域冲突问题 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此次并不会就俄乌冲突召开专门的会议 但是与会代表们可以自行决定提出这个话题 对于局势紧张的中斗问题 俄方透露 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计划在峰会期间 与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主题可能是防止与以色列的冲突升级 此外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也将出席峰会 与各方讨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 此次峰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则是扩容 目前 已经有30多个国家希望与金庄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 而金庄国家将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类别 即金庄国家伙伴国 有专家认为 由于数量众多 如果扩展过程不受控制 将影响组织内的联合决策 俄方还指出 金庄国家本国货币在支付中的占比已经达到65% 而美元和欧元的占比则降至30%以下 尽管金庄国家推出单一货币的问题尚未提倡议程 但组织间正在开发抵御外部风险的结算支付机制 此外 根据客工公布的普京的行程 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举行17次双边会晤 涉及中东局势 乌克兰危机以及其他双边贸易合作 今年是金庄扩元之后的首次峰会 在扩元之后 十个成员国的总人数是达到了35亿 占到了全世界总人口的45% 您觉得扩元之后的首届峰会 对于金庄合作机制来说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那么这次金庄峰会呢 确实受到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 像您说的也是金庄扩容以后的首次峰会 那么金庄呢 由过去的这个五个国家 这次扩成了金庄十国 那么它的国际影响力呢 越来越大 你比如说刚才这个人口已经占到了全球45% 从经济总量来讲 购买力平价的话 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一之强 那么从贸易来讲呢 也占到了全球的贸易的五分之一左右 那么这次峰会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那么就是在当前这个动荡的国际形势下 金庄下一步如何发展 所以这次峰会呢 应该是一个成前起后的峰会 就是扩容以后的金庄 金庄机制 那么在这个国际秩序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在这个国际变局下 它要把这个就是说这个全球治理 能够推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那么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是推动 国际秩序更加的公平 更加的合理 所以我觉得这次峰会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峰会 是一次成前起后的峰会 这次的峰会是涉及到了40多个议题 除了传统的这个经济合作的领域之外呢 还可能会涉及到气候变化 公共卫生 还有数字经济 这些非常新兴的议题 这些重点涉及到的议题 您怎么来解读呢 那么我觉得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金庄 这次俄罗斯也高度重视这次峰会 那这次峰会呢 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议题 那我觉得主要呢 有这么三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如何推动世界多极化 因为金庄之所以 这么在不到20年的时间 或者这么快速的发展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 想不同程度的和金庄合作 那么其实它主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点呢 就是它符合时代的潮流 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 那么就是这个大势呢 就是多极化 但是多极化呢 要平稳有序 不能是一个动荡的多极化 所以普京也讲 当今世界确实经历着一个 全球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这次这个议题呢 主要就是 未来金庄怎么样 能够代表这个全球南方 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 推动世界 朝着一个平稳有序的 多极化发展 那么第二个议题呢 就是因为金庄扩容了 已经成为这个失国 那么还有更多的国家 想加入金庄 那么未来金庄怎么样 来这个扩容 比如说哪些标准 哪些国家可以成为 金庄的成员国 哪些国家可以 比如说成为这个 伙伴国或者观察员国 对话国 那么金庄要不要成立 现在扩容了 这个成员国越来越多 要不要成立一个 就是实体性的秘书处 这些都是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么第三个议题呢 就是在重点领域 因为金庄的这个经济总量呢 已经占到了这个三分之一强 那么在一些重点领域 比如说能源领域 金庄的这个能源 既有能源的生产大国 也有能源的这个消费大国 还有粮食方面 就是在一些 比如说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 还有科技 比如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 这些点 未来怎么样继续加强合作 我觉得 当然还包括俄罗斯 特别想推的这个 就是金庄的支付体系 金融的合作 怎么样搞 这些 就是以上这三个方面 是这届峰会的 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三方面的议题 刚刚您提到了 金庄的这个扩原计划 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普京说到 目前是有30个国家 表达了想要加入 金庄的一个意愿 而且说俄罗斯 可能会在这次峰会期间 推出一个新的 叫做金庄伙伴国的地位 您觉得这个概念 您怎么来解读呢 那么我刚才讲到了 就是金庄这个 这么些年快速发展 它是符合时代的潮流 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 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 希望和金庄 发展不同程度的合作 那么金庄已经在去年 已经实现了扩容 由5到10 现在叫金庄10国 那么还有更多的国家 你比如像这个 印度尼西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还有其他 各个其他 你比如像这个土耳其等等 很多国家 都希望和金庄国家 金庄合作 那么是成为正式成员国 还是成为这个伙伴国 那么俄罗斯呢 现在就是大家商议的 就是因为已经实现了扩容 所以这个扩容进程 先缓一缓 进行一个内部消化 那么所以就是说 能不能发明一种 就是说叫金庄伙伴国的形式 就是这些国家呢 希望和金庄紧密合作的国家 先成为金庄的伙伴 其实也是中国过去提的 这个金庄家的这个 一个具体的一个发展 我们过去也要提金庄家嘛 那么现在就金庄伙伴国 比如说某个国家成为了 正式成为金庄的伙伴国 那么下一步呢 金庄这个机制啊 肯定还是要细化一下 就是哪些国家 哪些标准 可以成为正式成员国 哪些呢 比如说再立一个什么 比如说观察员国 或者就是叫伙伴国等等 所以就是说这也体现了 金庄的这种国际影响力 日益上升 大家都希望和金庄参加合作的 这么一个意愿 外媒此前透露 俄罗斯市计划在这次的峰会上 推动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支付体系 您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支付体系 如果说这个支付体系建成了 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这次呢 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俄罗斯因为作为主办公 他其实主要想推的一个议题 就是要建立这个金庄的 这个国际支付体系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俄乌冲突以来呢 俄罗斯受到了这个西方空前的制裁 那么当然其他 现在这个西方啊 用这个尤其是美国 用这个美元作为这种经济武器 把经济制裁作为手段 来打压其他国家 也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它是经常用的 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需求 那么大家都在考虑就是怎么样 来推动这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那么俄罗斯推的这个 比如说这次峰会中联讨论的 这个金砖支付体系呢 它就是一个就是绕开 美元然后绕开这个 现在这个Swift系统的 这个西方主导的嘛 绕开这个系统 能够在金砖的框架下 建立一个国际支付体系 能够让金砖国家的贸易 能够正常的进行 而不受西方的这些经济制裁 不受这些美元的限制的一个体系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于这个其他国家 包括这个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而且它可能会动摇这个逐步的 逐步的动摇美国的这种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主导的地位 短期内快速的建立一个 这个全新的国际支付体系 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能也并非一世 那俄罗斯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呢 当然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因为现在的这个 以美元为主导的这个国际货币体系 它是从二战80年前就形成了 那一开始是美元和黄金挂钩 那后来这个美元实在是 跟黄金已经挂钩已经失败了 所以在70年代呢就这个脱钩了 美元和黄金脱钩 但是还是形成以信用体制为主导的 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 这么一个国际货币体系 那么美元在 我们也知道美元在这个 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 都有一个主导性的地位 但是冷战以来呢 随着这些新兴国家的这种 不断的发展 在这个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也越来越大 所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呢 实际上已经谈了很多年 谈了很多年 但是就是说近两年是存在一个加速的过程 就是为什么会加速呢 就是美国把这个美元 或者它的一些经济杠杆 用来制裁别国 用来制裁其他国家 用来打压其他国家的这种现象 越来越普遍 大家也觉得这个体系 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但是呢 怎么改 你比如说在金砖体系 要金砖这个机制里 很多专家说搞一个金砖货币 其实这个难度就很大 这个货币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货币 因为作为一个货币来讲 它必然要有这个国际支付的功能 必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货币 但是这个怎么来建 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还有这个金砖的这个支付体系 金砖的支付体系 怎么样来绕开美元 怎么样来绕开这个Swift系统 其实各个国家也都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但是总就是不管怎么说 尽管有一些分歧 但是大家的共同需求还是一致的 就是认为还是要减少美元的这种主导地位 因为它是不合理的 它是不公正的 具体的问题呢 可能需要一些金融专家 进行具体方面的讨论 具体的这种落实 另外我们看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到 俄乌冲突并没有纳入这次金砖峰会的一个议程 但是与会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触及这些议题 俄方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呢 因为这次俄乌冲突呢 因为已经持续了将近快一千天 现在看的仍然是复杂难解 那么从就是从金砖国家来考虑 包括这个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和巴西也发表了关于俄乌冲突的六点共识 其实大家都希望这个冲突能够早日结束 现在外界呢就是尤其是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个为和平谈判 创造条件 当然俄乌冲突最终的解决 还是要靠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坐下来谈 这次金砖峰会呢 俄乌冲突它应该不是主要的议题 但是大家也比如说大家也参会者 也关心就是这个冲突到底怎么样来结束 肯定也会问到或者说提到 像俄罗斯提到就是俄罗斯下一步的打算考虑 当然俄罗斯在这方面 它也是一个开放的态度 它说这个话题也不是说不能讨论 只是不是这次金砖峰会的主要议题 主要议题还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三个方面的议题 克里姆林宫表示说呢 这次峰会是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交活动 而且说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在俄罗斯跟西方对抗不断加剧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您觉得这次峰会对俄罗斯来说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应该说俄罗斯高度的重视这次金砖喀峰会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准备 我们也因为有时候也接触到俄罗斯的一些外宾 也谈到了就是说他们对喀善峰会是高度重视的 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呢 有这么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的意义呢 就是说在当前这个条件下 是吧 西方的这种孤立 打压俄罗斯已经持续了很久 那么俄罗斯这次邀请了 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那么现在能够确定突袭的呢 就是仅仅就是说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大概有20多位 还有30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这是一个外交的重大的主场外交 俄罗斯其实已经在这个之前 峰会之前已经搞了很多的活动 包括文化方面的交流经济的一些合作 第二个重要意义呢就是刚才讲到的 俄罗斯要提出这个 就是这个建立这个金砖的支付系统 因为俄罗斯现在对外合作 对外贸易 已经受到了这个就是说西方这个二级制裁的严重的干扰 所以俄罗斯有这方面的迫切的需求 所以俄罗斯高度的重视这次峰会 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这个高层的表态 还是他这个喀山对喀山峰会的准备工作来讲 都可以谈到啊 就是俄罗斯能够向外界展示 就是俄罗斯并没有孤立 俄罗斯仍然可以在俄罗斯主办这么盛大的这个外交活动 有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出席 所以其实也是当下俄罗斯和这个西方紧密 这个激烈对抗的一种 就是俄罗斯的一个主场外交 好 谢谢丁先生点评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中俄元首将在金砖峰会期间会晤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 一会见 新闻近日谈欢迎你回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2号到24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会议期间一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 普京在会见金砖国家主流媒体代表时表示 中俄关系建立在彼此倾听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 双方的合作不仅仅是共识 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 中俄元首将就双边关系 各领域合作 以及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继续行稳致远 取得更大发展 另外 普京在会见金砖国家主流媒体代表时表示 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 无疑是世界战略稳定关键的因素之一 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 考虑到彼此的利益 普京表示 近年来 中俄贸易额增长迅速 中俄将在能源 农业 基础设施 科技等领域 不断加强合作 俄方将继续加强对华出口石油 天然气等能源 努力扩大农业合作 普京还表示 美国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 因为经济发展有其客观进程 和各种因素相关 美国遏制中国发展 对美国经济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美国的各个方面都会失去竞争力 中俄元首将在金砖峰会期间进行一个会晤 您怎么来看中俄保持稳定关系 它的意义呢 那么今年是中俄建交75年 中俄也都各自举办了一些庆祝活动 应该说这75年中俄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 现在的中俄关系应该是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稳定 中俄之所以现在大家都讲 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也确实是 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 因为中俄相互找到了正确的相处之道 那就是平等互利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中俄关系这30年 应该说是一步一个台阶 现在确实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政治互信是高度的这种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领导人之间 就是像习主席和普京已经多次的会面 那么普京总统也今年5月份正式访华 所以我就觉得 这次在喀山峰会期间 领导人又再次的面对面会谈 对中俄关系进行一个战略性的引领 就是战略性的引领 中俄在这个核心利益上互相支持 中俄关系的这种稳定和发展 我觉得它的根本 它的根本这个目的是造福两国人民 同时对于地区的稳定 对于国际局势的整个的这种缓和和稳定 都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普京说到 中俄将会在能源 农业 基础设施等领域 不断地深化和加强合作 中俄未来可能会进行重点合作 很多的领域您怎么来观察呢 那么在2023年 习主席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当时中俄就下一步的这种务实合作 进行了一个清晰的规划 确定了八大领域 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些 主要其实还是这个能源 比如说创新 科技 数字经济 还有这个粮食 工业投资等等 就是中俄我们讲去年的这个贸易额 突破了2400亿美金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了 但是就两国的潜力来讲 仍然有很大的潜力可怕 就是中俄这个实际上都是大国 我们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体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俄罗斯呢 又是这个资源非常丰富 还有一些在一些科技领域 也仍然有着自己优势的这个国家 所以中俄这个在务实合作领域里面 仍然有着很大的空间 你比如说拿这个能源领域来讲 今年这个俄罗斯对华的天然气供应呢 就可以实现一个 达到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量 就是天然气这个 到2025年呢 就会满负荷的对华进行天然气供应 这个管道呢 就会是限380亿立方的天然气供应 然后我们去年这个进口俄罗斯的 这个石油呢 已经超过1亿都 所以这个能源合作 对于两国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这个 就是说在当前的这个背景下 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这种严厉的制裁 那么西方对华呢 也进行这种脱钩啊 锻炼啊 尤其在科技方面进行打压 所以中俄在科技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在一些基础设施 在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方面 科技方面 仍然有自己的优势 那么中国的优势呢 在于这个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方面 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互补性呢 仍然是非常强的 尽管这个贸易额啊 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中俄的这个潜力 合作的潜力 仍然是巨大的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表示啊 两国元首会就国际和地区的重大问题 进行交换的意见 您觉得围绕俄乌冲突 巴以冲突 包括当前的半岛局势等热点的议题 双方会进行怎样的沟通和探讨呢 那么中俄这个我刚才讲的 政治互信呢 是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那么当前的这个国际局势啊 确实是动荡不安 几场地区冲突呢 持续不断 加上这个 你比如说最近的朝鲜半岛 又开始这个局势骤然的紧张 朝鲜也炸毁了这个 朝韩之间的各种连同的道路 然后还有这个传言说 这个朝鲜派兵在乌克兰战场 所以这个局势 包括中国周边 中俄周边的局势 你比如说中亚的局势 还有一些中东的这些冲突 这些热点问题 我觉得在领导人 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高度互信 可以进行坦诚的对话 中俄 我刚才讲了中俄关系的稳定 不仅仅可以造福两国人民 对于这个地区和全球局势的稳定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你比如说要拿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中亚地区 中亚地区既是中国的邻国 也是俄罗斯的这个 重要的一个南部的 临近的地区 那么中俄这么些年 在中亚进行这个紧密的 这种战略沟通和合作 我们成立了这个 在上海合作组织 中俄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 中央成员国 那么通过中俄的这种 合作和战略对话 我们一起帮助中亚国家发展 我们一起 中俄和中亚国家 一起来维护地区的稳定 所以我们也看到 尽管这个世界乱局 中亚国家本身也存在着 很多的脆弱性 但是中亚确实是 这么些年 维持了稳定和发展 这个我觉得就是中俄 通过紧密的战略沟通对话 在维护周边稳定 维护临近地区稳定的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非常感谢丁先生 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 新闻近日谈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